因為要抹黑柯文哲很困難 所以只要用抹紅的 都反對 蔡英文相當意中的幕僚回答 這次就算輸 也不能不提迷 小英本人不置可諷 如果真的是盟友 就請她要真的是履行盟友的一個 權利跟義務 我們好好合作 很多事情不是用砲打中央就可以出 你是變色龍呢 還是說你是彩色的 在台北市議會 民進黨團對柯P態度也大轉變 不但北葛柯P出席黨團大會 總質詢開始還要續追 雙城論壇講稿疑雲 發起卡科連署的鄭寶欽 和柯文哲口水戰還在延燒 柯文哲口口聲聲說他是我們的盟友 他比敵人更可怕 選桃園縣長我去幫他站臺 其實我一向都很善意 只是說是這樣啦 看到不對我還是會舉手 我也不能說 明明我們對這個地點點 我也不會這樣 過去相互站臺裡讓 隨著柯P和綠營中央矛盾變多 民進黨反撲動作也越來越大 記者中央報導